记住这张脸,如果有一天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他,记住,先戴好口罩做好防护,然后不经意的走过去,也许他就会突然窜出来,说信用卡给你想买什么随便刷,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要问他装反诈APP了吗? 这次真的可以信,这人叫野兽先生,也不是什么霸总行为,因为他不仅常常拿信用卡给路人随便刷,还动不动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美金的送,甚至还给流浪汉送房,给粉丝一口气送40辆豪车, 总之很任性,动不动去撒钱,甚至还要教马斯克怎么当网红,很多人都很好奇他为什么这么有钱,他的钱到底哪来的? 哈喽,大家好,又是我,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个离谱的油管大网红,野兽先生和他的撒币王国,简单粗暴,病毒洗脑,无厘头,8700万老美为他疯狂,他背后的流量密码其实很简单,就是钱,那他是怎么玩的呢? 玩法一,现金山正常,带你来到满屋钞票的房间,衣服裤子鞋子里面随便装,甚至可以一麻袋一麻袋的装,不掉到地上通通带走 玩法二,万物皆可落 到餐厅里去让服务员单手托着托盘,网上开始落钞票,只要托的洞都是你的 桌面画一块区域,让人把一大堆全新未拆封的iPhone网上落,只要不倒通通带走 玩法三,买单及正义,找到路人带着他们到超市拿东西,装进购物车的东西通通可以刷他的信用卡,全部带走 他还经常嫌这些人选的东西金额太低,要么给宽限一倍时间,要么让小伙伴另外装一车也算上 最后再送来一箱现金,发展到最后野兽先生不再满足于超市 为了多花点钱,他们还去了游戏机店,农机农具店,珠宝首饰店,甚至买空服装店,运动店,车行,超市 后来也不管什么落不落了,手碰到的都算你的 玩法四,极限大挑战 停车场停上一排车,靠得越远价格越贵 手边第二辆是个特斯拉,最远臭是一辆兰波基尼 给路人计时60秒,冲刺短跑过去,开车收回起点处 如果超时一分钱没有,如果完成,开回来的车就可以开回家 坐在舌堆里,泡在酸菜缸,时间够就拿钱 或者最后一个把手从现金抢好车上移开的就获胜等等等等 玩法五,人性大挑战 给你10万美金让你退学,让你辞职 同意了一分钱没有,不同意立马一箱子钱奉赏 当然他不仅给路人撒钱,自己花起钱来也是穷尽眼球 25万美金的盲盒,60万美金的烟花 看着他的视频你一定在想,这是哪个大富豪家里的少儿子 他还真没有几百亿的家产能继承 也说先生其实是个普通家庭长大的孩子 原名吉米唐纳森 而他的胡子造型让年龄也成了迷 有说四十几的,有说三十几的 真是情况是,他只有24岁 1998年出生,14岁开始玩视频 一开始发的视频也平平无奇 主要是一些评论和游戏录播 这内容在人才记忆的游戏板块中没有泛起一点水花 就像之前那个B站的up主 轻轻恳恳做内容不温不火 继承180万豪宅后立马就火了 他也尝试过一些其他的路子 比如聊聊这个博主的身价 那个博主的月收入依旧不太行 后来还真就给他琢磨出一条流量密码 中二沙雕 说白了就是猎奇抓眼球 比如拍过100层保鲜膜加卫生纸包裹实验 点击量瞬间破百万 从此走上了作死的不归路 包括在自家后院用微波炉热干冰 葡萄 皮桃酒 灯泡 牙膏 甚至还把大微波炉里面放小微波炉或者吐司机 总之不把微波炉炸烂绝不罢休 有一次他还发了自己从零不间断数数到20万的视频 时常达到了平台上传的极限 视频总共将近24小时 到后来吉米的眼神中满是迷离 我还真就认真看完了 确认了下没作弊 这个视频无聊播放量却不错 他反手运动了个24小时不间断完指尖陀螺挑战 还有12个小时阅读字典中的每个单词 把自己装进箱子里游寄出去 在鬼屋里待24小时 在棺材里躺50个小时 但怎么说呢 挑战这种东西 爆点只会越拍越少 2017年6月 与葵的收藏品交易APP合作 算是彻底改变了野兽先生的命运 蹭蹭蹭跨入百万级别 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全网皆知的Mr.Beast 那会儿葵的给了吉米1万美金的广告费 而他直接拿着这1万美金 跑到街上送给了流浪汉 对于钱他有个和常人不一样的想法 我拍视频赚了钱就要送出去 然而这波流量太大又带了更多的钱 吉米一度很烦恼 这凡尔赛的程度不亚于那句经典名言 我对钱没兴趣 得给钱就再拍个视频把钱用掉吧 于是送钱对象从送披萨饼的外卖小哥 到人气不高的美女主播 从此撒钱就一发不可收拾 撒出来的金额也是越来越高 直接给现金不刺激 超市随便拿就是了 日用品太便宜 那就开个免费提车行 把上标价0元的新车 喜欢那个就开走 一段时间之后 野兽先生的一个视频 可以轻松达到10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了 他就琢磨着怎么把这些钱花出去 他曾经邀请4名挑战者 把自己的右手放在 装满100万美元的箱子上 谁的手最后离开这个箱子 这100万美元就归谁 不过看着容易 要拿到还是有点难度的 期间还要对4个人进行各种干扰 还不能闭眼睡觉 睡着就可能会输 最后黑人小哥坚挺了36小时 算成功获得了这100万美元 这样一期送100万的节目 野兽先生在一个月内就做了5期 其中一期非常有味的 在马桶上坚持时间最久的人 将获得100万美元 100万美元还期期都是100万美金 这些很难想象的金额 在野兽先生的节目里 就像100块似的 你就说观看的时候能有多上头吧 所以野兽先生也就此 大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成就 连续两年多的时间里 每个视频播放量都达到1000万以上 不过他最宏伟的梦想还是种树 2019年11月初 粉丝量突破2000万 他一时兴起决定要种2000万棵树 兴高采烈的带领一群粉丝去种树 可种了1700多棵树就累瘫了 2000万棵 哪怕一天2000棵树 要种1万天将近30年 这活儿真的是完不成 最后野兽先生想到了办法 与环保组织 直树节基金会合作搞众筹 这家基金会承诺每收到1美元的捐款 就会种下一棵树并负责起后续的照顾工作 野兽先生在社交媒体上 创立了名为种树团队的话题 发起面向所有用户的重筹 然后自己首先捐款10万美金 必称如果有人超过他这个数 自己还会在家 很快有一名来自挪威的DJ不信邪 捐了10万01美元 野兽先生立马回击 捐了10万02美元 这招可太能吸引人发起挑战了 很多有钱人也加入了阵营 推特的两名首席执行官 分别捐了20万美元和35万美元支持 后来马斯克也加入了战斗 捐了100万美金 电商平台创始人卢克 也捐了100万01美元 油管官方放话 也将投入100万美金作为上款 有钱人下场来打擂台 目的就达到了 短短一年时间 他们的筹款就超过了2000万美元 谁不想遇到他 来个不花钱的大采购 我先来 要求不高一顿黄金就行 记得在弹幕或者评论区 留下你的小妄想哦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不错的话 就给个转屏赞吧 咱们下期再见